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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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会分享的 这个男子他在他的女儿面前就是挥刀砍他的太太 OK 好 等一下直接进入这个这条新闻 然后再看看右边这边 OK 了 这个我们也是会分享 就是这个经理呢 他跟别人一起来搞一个自导自演的这个抢劫案 OK 然后再往下看呢 最近被大家讨论 我们议论纷纷的就是这个议员李美花他的这个阿公跟阿行的这个这个这个故事 就是惹了很多晚民的反弹 OK 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 然后再下来的就是 哦 看到这个JUWO长衣 其实在下个月就要开幕了 然后呢 呃 其实大家是可以在那之前去去先看一看这个地方啦 所以呢 要怎样去索取这个门票呢 大家可以买一份玩包来看 然后再来看到的就是这个 哎 红顶梁闹双包 OK 一个是咖啡大王 一个是牧师 OK OK 很有趣的新闻 OK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则新闻啦 先讲那个 从人气开始吧 人气啊 人气开始啊 直接啦 OK OK了 好 我们来 buluvah解 其实很多时候他的言论都会成为 就是国会 过后的鱼波不断的话题 上一次是那个猬猫论 然后这 猬猫论你记得吗 对对对 其实才过不久 两个礼拜前 就上一次的国会 对 上一次的国会刚刚讲 就是说 他说有一些人і猫猫之后 那个食物放在那边 然后引来老鼠 是 是 是 然后网上反弹的声音就出现了 而且很多人去拍照就是证明他是他的说法 有证明他的说法的 那么也有一些喂猫的人讲说 我每次都是等猫吃完了之后才走的 然后你哪只眼睛看到是这些东西的 然后这一次又是另外一个 对这次又是另外一个 那么这一次是他在国会上面 就是说那个阿公跟那个死鬼仔败家子的那个故事 他的就是讲说那些每年要政府给他钱的那些人 他们说他是那个死鬼仔败家子 那么有些人就觉得说 李美化这个提醒其实很及时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就是指望政府每年都来分钱 那个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一个做法 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说 他用的这个语气没有必要这么严重 那么他可能就是听了 就是说那种死鬼仔败家子这种 这种的形容词他听了可能不舒服 那么这个是上个星期三 那么在国会回应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李美化就出来深情并茂的来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段视频就在网上就流传的很广 而且有一些人可能平时不看国会的 都会特意去点出来看 那么他的故事大意就是说 阿公请减持家 那么每三五年就给他的那个孙子阿诚 给他去读书啦 陈家帮他工作的时候 先给他一个好比好好的开始 但是有一天阿诚就问那个阿公说 为什么你不是每年都给我钱 那么李美化的故事里面就讲说 这阿公听了之后又伤心又生气 然后用福建话破口大骂 你这个石龟仔 你这个败家子 有很好的阿公都不知道 你阿公省吃省穿完全都是为了你 那么别人的阿公有这么好吗 那么然后他最后还代表艺术男的居民 就赞政府跟财政部长王瑞杰说 他们谨慎处理财务 确保英语分给人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东西是 网民觉得比较不舒服的 一个是他用的那个语言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阿公省吃省穿 因为有一些网民就讲出来 其实这个阿行每个月赚钱 还是有上交钱给阿公的 所以他们有一些就觉得说 李美化这故事讲得不完整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将来看就是说 他反映了一种 他对这个每次就是说 期望政府来分钱的人 做一种批判 其实也是蛮及时的啦 因为不管怎么样 阿公分不分钱 分什么钱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都是看 其实都是大家的钱嘛 你的财务财务 那么你如果是过多的 像每次都期望出这种 给红包的话 那么对你整个国家的财政来说 是一种负担 不过当然觉得说 他这个点很有道理 但是讲述的方式 就是不那么理想的话 那么很多时候一个善意的 一个想法 一个话题 就很可能因为你用了错误的语言 最后淹没在这个口水里面 反而是里面的那个真正的那个中言 就听不到了 那会不会是因为他用的这个 我一直在想 他是不是因为用了这样子 福建话的一个字眼 然后熟悉福建话的人 会可能会觉得这个 很像是平时 平时会听到的一些词句 但是不太熟悉这个语言 这个方言的人 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只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好听 就是在骂人的一个一句话 他用的那几个词句啊 就是词归宅啦 败家子的 你觉得 我不觉得啦 我觉得就说就算是习惯听福建话的人 听到那几个也会觉得有点刺耳 那么我尤其注意到 就是说网上有一个 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话题出现的一个漫画家 刘靖贤 他也画了一张 就是那个李美花的那个神情 然后上面再配上死鬼展 当然他去突出了那个争议性 但是也显示就是说 他觉得那个词语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无关这个人 熟悉不熟悉这个方言了 而且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语言 确实是有些人不太能够接受吧 我觉得如果他 就是他的那个结尾 故事的结尾 就是收得不是那么漂亮 其实他其实可以收得漂亮一点 他的那个讯 他要传达的讯息还是会出来啦 就是后面的那一部分 太过情绪化的去说了 这两个 确实是 确实是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就这个是可能就是一个 持续的选择的问题 不过当然如果是像以前 Under One Roof那样 打Data What's the model of the story 每个人也是晕了 因为现在不管怎么样 人家不喜欢说教嘛 不过至于李美花 自己是怎么去想 他为什么去做这个决定 我们有尝试去联络他 不过到结稿前他都还没有回应 所以我们不懂他 他其实具体 他到底为什么去用这样的一个刺耳的一个比喻 我们不知道啦 是 我们看到一些观众的一个反应 就是 Unit是觉得说 I think it's ok 他看了 他看过那个视频 他觉得是一个很local的feel 而且 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很真实 在反应很真实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你刚刚所说的 就是在独处 在提醒人家说 就是不要每一年都是像阿公要钱 其实这个道理 我相信很多人是知道的 那么只是就是那个措辞咯 然后我们去访问那个社工 那么李长辉先生 他说的是 他的说法很接低气 能够深入前处的说这个问题 只是在结尾的时候 他抬高他要宣传的对象 踩低那些 在听这些话的人 那么你这样的效果就就不好了 所以主要其实是这个问题 那么当然我们 我们还是非常肯定 他是 他其实是出于善意的一种提醒 是 其实有看到谁 Stefan就说 是傲慢 他觉得这样子的是一个傲慢的表现 那但是也有德才说 李美花也只是把他所看到的现象 用生活化的方式来 来表达他的意见 我的看法是这样 如果你要说一个人傲慢的话 这个形容词 我觉得很难套在李美花身上 他给人的感觉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傲慢两个字 跟他好像扯不上关系 我不觉得这是傲慢 不是傲慢 但是应该 刚刚这个Stefan的一个说法 应该也是反映了一些网友在说 就是就把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把它拉大说 这个就是他们就说 就会说 你看你们就是政府 每次就是用一个从从上 从上到下压下的感觉 对对对 那个可以可以理解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去扭曲的话 我觉得有点太太太多了 有点反正言话说多了都不太好 是是是是 言多必失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他就成为了这个 诶 可是其实那个国会 还有很多其他的报导啊 很多其他的政策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精彩的内容 是是大家拜托就是也是可以 去看一下 然后翻一翻就是早报 我们的那个网站上面 app上面都是常常有 我们记者最及时的这个报导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说那个议员在讨论的时候 在辩论的时候 说了一些什么东西啦 所以就是不要让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个案一个插曲 就是盖住了今年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场一场辩论 其实今天的整个的 那个各个政府部门的 那个开支预算报告 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个预算案的话 几乎每天都有两点 其实其实如果要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每天都有一个亮点 对 就不止不止是他的新闻 对啊 不止不止是这个 这个败家子的那个那个谈话了 对然后呢 我们的那个 我看到那个晚 晚报还有那个早报的那个面部上面 就是我们在分享这则新闻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在很热议的讨论 这个东西啦 所以也也请大家讨论归讨论啊 然后就不要开始互相对骂 对 讨论的时候 上网讨论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要有风度 是 而且要冷静 不可以就是 哇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已经过了那种 谩骂的那个时代 是吗 我觉得我们 或者说我们应该 应该把那种谩骂的东西放下来 那么大家能够理性的在网络上讨论 那么才是一个有益的一个空间 对啊 要包括你两边互相骂一骂去 谁也说不服不了谁 对 连面也见不到 你就算是要打对方一巴掌都打不到 对不对 没意思吗 对啊 就意见是很好啦 因为毕竟他也能够有时候帮 帮助我们在早新闻 或者是在报道的时候 有更多一层的一个不同的见解 因为有时候大家看到的 跟我们看到我们想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还是保持着冷静 其实你可以帮助 跟你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看到你的观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多时候agree to disagree 是非常重要的 是 OK 所以这个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买一份晚报来看 看详细 也欢迎就是说到我们面部上 来加入讨论 是 现在已经很热了 那我们再交一把油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链接有 有分享在那边 所以你们可以 可以去找一下这篇新闻 然后去讨论 OK 好 下一则新闻 看那个 封面头条 头条 那个 灰刀的那个 对 灰刀的那个 有一对异族夫妻 他们离婚后撕破脸 然后那个男子就为了 发现心中的那个 不满的那个情绪 就居然拿刀去砍他的前妻 但是他拿刀去砍他前妻的时候 他的六岁的女儿是在 在现场的 所以等于说那个六岁的女儿 看到了爸爸砍妈妈 这个是一个 蛮让人难受的一条新闻 那么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这名男子 他是一名住在东北部一带主屋的 死造车司机 那么 他的前妻是 一名高级业务总监 住在北部的公寓 但是 他们2013年离婚之后呢 他会共同拥有那个女儿的抚养权 所以 前妻每天早上会 每天 每天早上会把那个女儿送到 那个被告的住家 那么 下班后再接女儿回家 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就等于是 妇女的亲子时间 那么 他们两个之间 就是被告跟前妻 那么当然他关系不好了 要不然也不会离婚 那么 他们经常发生争执 就互相指责对方动出 那么 陆续就是申请个人保护令 就是说 保护对方 保护自己不受对方的那个骚扰 或者暴力的那个对待 那么在这件事情 去年 不是去年 对不起 2016年 10月 11号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一天 那么这个 前妻跟这个被告 他已经是发生过一次争执了 因为他把车 他开车把女儿送到被告楼下的时候呢 传简讯给被告 让他下楼接女儿 但是 被告迟迟没有回应 他于是把女儿带上楼 那么结果在主屋的楼走廊 跟被告起争执 那么我们这边前面 先有一个人身保护令了 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个人保护令申请到 所以他们两个争执 然后挨了被告一圈 那么这就触犯保护令了嘛 对 所以他的前妻就已经为此报警 那么被告已经押回警局 拘留一天了 嗯 OK 所以这个是前面先有一个火药筒 在那边 而且也是在女儿 女儿面前 也是在女儿面前 对 那么事发那天早上呢 前妻的姐姐开车 在送前七个女儿 到被告住家楼下 那么他们到楼下 他们知道就怒火中 因为之前被关了一天了 嗯 那么他就从厨房里面 拿出一把刀 那把刀长 21.5公分 相当长的一把刀子哦 那么怒气匆匆地下楼要砍 嗯 砍人 那么看到他就开始 就是说先去 先去砍那个姐姐 因为那个姐姐准备下车 那么前妻就下车帮姐姐 那么就把姐姐推倒带地 然后就开始攻击他 那么这个 呃 反正当时现场的照片 是血迹斑斑 嗯 那么 车子里面 现在很多人车子里面 都会有那个行车记录器 对 他没有完全录到 那个砍人的镜头 哦 但是 听得到 因为他录了声音 所以听得到那个惨叫声 嗯 那么这个 昨天在这个 呃 在今天早上在那个 那个 在在在这个整个审讯的过程中 他就有去播放那个 嗯 那个那个短片 但是就是说 法庭里面那时候是听了 一分多钟的惨叫声 哦 哇 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 相当 traumatizing的一件事情 是 一件事情 那么尤其是那个 六岁的那个 那个女儿在现场嘛 那么 呃 被告的母亲 就是那个男子的母亲 他在楼上听到了 楼下的惨叫声 他跑 跑下来 把孙女带走 哦 啊 那么两名路过的那个男子建议勇为上前去帮忙 那么去制服那个那个被告 那么还确保就是说 呃 那个被告没有逃走 那么等到警察来 把他抓走 哇 那么 呃 就是在这个整个那个那个那个攻击过程 所以虽然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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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 但是在法庭上呃 播放的那个惨叫声 那么最后他是被判监禁六年 哦 啊 然后这边也看到说他的就是他这样子攻击他的太太之后呢 其实太太是有这个永久的 左手是永久的残疾 对 对 他就他就有一些比较永久的一些一些一些伤害了 嗯 那么这个是呃 但是就这个女儿他到底会不会有留下什么心理创伤 这个可能现在也未必能够判断 是 而且六岁就是刚刚 我觉得会刚刚会刚刚开始会有记忆的 没有六岁可以记很多东西的 对 嗯 你想那个受害人 就是他的那个女孩的妈妈的话 他的 他现在就算是听到很大的声音的时候 他都会有反应 他都会害怕 哇 所以小孩子会怎么样 是 真的是不清楚 哇 这个很难说 然后 哇 但是 所以他没有喝醉啊 嗯 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 没有喝醉 嗯 应该是没有 太 好 好可怕哦 嗯 你想要一把20公分长的刀 20公分的刀 对 其实你一般上家里会用到20公分长刀 应该就拆刀左右了 我 诶 对 我家好像没有20公分的长刀 看你有没有做饭咯 没有做饭的话 不会用到那么长的刀的 除非你 除非你每天买西瓜来切 哇 这 诶 这很可怕 这个 是啊 而且是 而且是 你想他的前妻的姐姐她的攻击 他这个 而且是 已经是因为打人被关的一个晚上 你还去砍 对 所以他已经是知道他们要来 他也准备做出这样子的行为 是 哇 所以这个 反正 呃 怒气冲冲底下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就 完全失控 那么这个 嗯 这个造成的伤害 我看这一次 以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每个人都受到了伤害 是 哇 但是大家都是在讨论就是女儿最可怜 所以女儿最无辜啦 嗯 这种情况下都是都是小孩子最无辜最可怜的 哎呦 好 希望这个女儿不会留下一个什么 不会留下阴影啊 但是我觉得很难啊 应该不会啊 或者是他看到妈妈身上的那个伤疤的时候 永远都会想起 就会被提醒到的 啊 好 我们看另外一则新闻 这个新闻让我想起的前几天好像也有另外一个是 假装自己被绑票的 就是啊 好像是 应该是新名新名的新闻 啊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相似的 这条不是我们要分享的 这个不是我们要分享吗 啊 不是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那个 哦 OK 好好好不好意思 不是 那个 哎那个头头版的另外一条新闻 大家只好买那个晚报自己去看啊 那个自导自演抢劫被捕的那个 嗯 等一下等一下会先分享哦 好 没有关系 晚报的你们就买晚报来看 好来我们看一下下一条新闻 呃 圣岗 长腿妹穿名牌 是是是 偷两双廉价拖鞋 对 为什么 这条新闻两个地方抓眼睛 对 名牌 第一 长腿妹 哦 长腿妹 哈哈哈 第二 第二 穿着名牌去偷廉价 对 其实我觉得穿名牌偷廉价我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 我也不觉得穿名牌的人不会偷偷东西啦 其实不会 对 其实会的 对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话 以前在中国古代啊 距离现在两千多年的时候 OK 曾经就有过什么呢 就是国势很强盛的国家 嗯 要去攻打一个很穷的小国 嗯 那时候来劝的人就说 你这个人 嗯 就那个指那个国王啊 你已经是穿上了最好的衣服 嗯 吃着最好吃的东西 做着最美最华丽的车子 嗯 那么你需要去抢一个 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的 嗯 所以这种心态其实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不是新鲜的 那么这边的话 他是穿着那个名牌的那个外套 嗯 连帽外套 就Hoodie 可以包着头的 对 那么以及热裤 哦 那么去偷邻居放在外面的普通拖鞋 那么邻居已经是有防盗的那种准备了 OK 比较贵的鞋子都已经是放在铁门以内了 哦 就可能以前都有不见过 可能是有 而且邻居还装了壁路摄像机 是 对 那么他们去 在这个Compersville 212座C 212C座主屋 去 就是说在那边 偷哪个邻居的那个鞋子的时候呢 刚好就被那个壁路电视拍到了 是 那么警方现在就是说公布这张照片 那么希望找到这个 这个偷鞋子的这个 长腿女飞贼 哈哈 他的这个外套其实蛮显眼的 如果他以后在外面再穿这一件的话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容易认出了 把他认出 对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可能这个 这个女郎可能不是住在那座主屋了 哦 要不然的话其实应该是蛮好认的 哦 也不至于就是警方公布照片来 来让大家来辨认啊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以这个 以这个女子来说的话 很显然就是说 那个廉价的鞋子 我估计他 应该也不会穿吧 嗯 其实偷人家的鞋来穿 我其实觉得蛮恶心的 万一那个人有香港脚怎么办 哈哈哈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他自己本身又买得起 那么几百块钱的那种外套 嗯 对不对 而且偷了也卖不出去啊 是吗 谁会买 对啊 廉价的那个 人家脱鞋谁会买 对不对 好 那么这种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说 这个人可能是一个病态的 哦 一个一个窃贼 那么就是说可能他是有偷窃东西的 那个那个瘾 或者是说是一种心理疾病 对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 呃我觉得对他最好的一种处理 倒不一定是抓他来监禁 或者是罚款什么之类的 嗯 得到治疗最重要 是是是是 不然不然这个这个这么小的这个案子 他其实监禁也不可能 应该也不会关太久 所以他可能也出来 所以最重要一点是 他如果是有偷窃屁的话 最重要是要有治疗 是是是 其实几年前有过另外一个案子嘛 有一个女 有一个女郎也是偷窃 一直偷很多 对吧记得吗 对对对对 他其实那个就是一种一种心理疾病来的 呃 Jaspin说怎么知道是名牌呢 可能穿的也是假名牌 呃我们估计啦 我们记者估计 他如果这个牌子真的是这个牌子的话 他其实是对他就是 当然如果他们穿帽牌也是有可能啦 不过去偷两双廉价拖鞋 而且是别人的旧拖鞋 真的很奇怪 对 呃可能名牌也是偷来的呢 可能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对对 所以啊大家帮帮个忙 今天看那个晚报的那个那个 那个新闻 然后如果你认得出这个人 他可能会出没在Compersville 就还有一代啊就是打 我可以拨打一下这个警方的热情 他需要帮助 他需要帮助 是是是是 所以 对 然后如果如果有时候 你看到你的你的左邻右舍 有这样子的行为 其实也是可以去去关心一下啦 那如果你抓到的话也不用 因为我们自己我们家之前 也是会常常不接那个鞋子 那我们真的很想去找那个人 我妈会担心说 这个人是不是没有钱买鞋子穿 就是会 其实是多 是想要帮助多过于想要 把这个人抓起来 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这样子 互相帮忙的话会比较好 好了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我们现在换班了 换班换班 来来来 OK 谢谢 好 David说反正脱节是廉价的算了 不是 是 其实 刚刚就像刚刚我们说的 就是他可能真的需要 某种方面的帮助 或者是 因为他如果现在偷的是这个廉价的拖鞋 那如果他拖久了之后 他可能这个 也没有办法满足 然后他去再偷其他的东西的话 那可能后果就 嗯 比较 严重了 哈啰 好我们 我们先来看看新名的头版 当然 哒哒哒 OK 看到也是 啊这个我们现在会分享好 呃 上面看到的这个就是中学分流废除 然后 PSLE成绩的新算法 爸爸妈妈应该很想要知道所以呢 想要知道的话买份新名来看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 刚刚有稍微提到的就是在这个 COPITIAN的经理呢 他涉嫌 啊 就是自导自演他这个 抢劫案啦 OK 等一下我们会分享 然后还有看到就是 右边这边 呃 刚刚我们分享过的就是当着六岁 女童的面前砍 他的这个前妻哦 呃 下来看到 冯伟中落榜红星大奖 然后呢 女友胡佳琪入围 好再往右边看 林青霞手谈婚变 哦 到底是怎样的内幕 大家可以买一份新名日报来看 OK 好 马上来讲第一则 第一则你要讲哪个 呃 第二版这个吧 好吧第二版吧 好好好第二版 这个 绞肉机的 呃 呃 这个我看到这个新闻也是很怕怕怕 就是看到的时候整个毛起来你知道吗 可以想象有多 呃 这个很蛮可怕的新闻哦 就是 这个超市 他在超市直网班 然后呢 怀疑是因为他在处理这个肉类 所以呢 呃 这个 妇女的手呢 就不小心 卷入了这个绞肉机 呃 这个事发生在哪里啊 OK 其实他是 对 Bukibato 他是今天早上大概早上六点多的时候发生的啦 他是在Bukibato Avenue那边的一个组屋楼下的 24小时的一个超市发生的 所以呢 呃 涉及 涉及这场意外的是一个53岁的女职员啦 嗯 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左手呢 就被卷入了绞肉机 呃绞肉机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到现场的时候 呃 这个事发摊位其实已经 恢复正常的运作 然后因为那里的职员和经理啦 他们都是执早班的 所以只知道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故 但并不知道 所有的详细发生了 所有的详情这样子啊 嗯 所以其实呃有一位不愿据名了 在附近工作的摊贩啦 嗯 他是说是大概今天早上六点多他来开档的时候呢 就有看到超级市场里面有大概十多名民房人员出入 然后他就是听到这个女职员左手被卷入绞肉机 然后上市严重还鲜血直流 哦 是的 然后聚之 他是从左手腕以上的部位被卡住啦 嗯 然后其实那时候呃 呃 民房部队的就是那些人员到场 救援的时候 嗯 就是有尝试帮他呃 呃 把手就是从机器取出 不过因为可能那个过程真的是很难 所以最后 好像是连人带那个绞肉机一起送上救护车送到医院去 哇 然后对啦 可能是 这种绞肉机应该是很很重的对吗 是因为他们是那种 而且他就是把肉绞碎 对 哦 OK 是的 然后呢 呃 因为他的上市剧我们所了解是非常严重的 嗯 所以可能啦 会保不住 然后需要截肢 哦 是 哇 好好好 所以其实如果 听起来好可怕 对如果有观众就是有处理这些绞肉机的话 可能要更小心一点啦 呃 呃 这个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然后真的很担心这个人的 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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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势哦 因为有时候 因为这个绞肉机有时候他们的那个设定就是 因为他是要绞很大量的那个肉嘛 那他就是会一直绞一直绞一直绞 所以你当下发生事情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来不来得及吧 这个 停掉 对这个绞肉机停掉 嗯 或者是终断他的这个电源哦 然后我们的记者同事有在这边整理了过去 呃发生了几次的这个绞肉机 呃把把把手 有卷入绞肉机的这个商市的这个意外啊 是的 呃 哇 所以对最近 2017年就有两期 是啊 2014年也有两期 嗯 嗯 OK 好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 他 但是那个绞肉机应该是应该不是那个 绞碎肉的 他是那个切切片的那种 哦 所以他的手真的是有被切到 然后 那个那个真的是也是蛮可怕 但是这个是完全是 因为他是要绞碎的 这个是绞肉 因为切的他可能他可以 他他没有切断 但是他是切了之后他切得很深 所以他需要去 切了一缝 一小块的 对对切了一小块这样子 但是很切得很深 所以很有有见骨的那种 但是他的他的肉还在那边 所以只要肉还在那边 还是可以去把它缝回去的 但是这个就是 哇 我们也不知道详细情况到底 他的 手就是 现在如何了 是 嗯 嗯 RY说为何用手来推肉 嗯 不知道 不然是用 有 有 有别的东西可以 可以用来推 是吗 哦 然后 大家 大家也就是有说到了 其实这不只是第一次 大家记忆力很好 其实之前都有都有报导过 安迪会不会太累 也不知道 看看 这个要等 对 那这个超市也没有人做出回应 哦 就因为他们只是说 因为换班 然后不知道 嗯 之前的事情发生 哦 OK 大家 嗯 嗯 其实我一直在想 这种 24小时的超市 真的有人需要吗 真的有 有吧 可能有些人比较喜欢在 临近的夜晚去 哦 就是这种 这种超市 超市啦 OK 或者是可能有些人 就是上班到 可能晚上十一二点 哦 他们是做夜班 嗯 OK 好 希望这个 这个 这个安迪没有事 OK 祝福祝福他 是的 好可怕 好 下来我们看 这个 这个好 就是那个自导自演 这个 时格的经理 他涉嫌呢 串通了两个男子 然后呢 自导自演抢劫地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呢 OK 所以 是 所以据我们所了解啦 他 疑似是因为烂赌 所以欠了赌债 嗯 然后他就通过一个 嗯 40 他就通过一个51岁的介绍人 来认识了这名48 48 48岁的抢匪 嗯 所以呢 这起事件其实是发生在 呃 这个月3号的时候啦 嗯 大概11点50分 就是接近午餐时间了 所以那时候呢 这个人 他 这个职员呢 他是 报案 讲说有一名陌生男子 嗯 迟到进入他的办 就是进入这个 时格的办公室 嗯 要他交出他 那些钱 然后过后 他也成功抢了 时格的2万元现金 是 所以呢 呃 警方就是进一步调查啦 然后发现这个男职员 诶 那个口供反反复复的 嗯 所以就引起 警方的怀疑 那呃 过后呢 才发现 诶 原来是这名职员 策划了这个 迟到抢劫案啦 嗯 是 所以呃 所以呢 呃 那时候 他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嘛 他就是 那个人抢了2万元过后 他就出来 然后出来了 呃 就有谈谈说啦 看到这个 男子出来过后 不到一下子这个经理也出来 我就问 诶 有没有看到这个男的 把他没有第一时间就说 啊 我被抢劫了 什么之类的 就出去追那个男的 后来回来了才说 诶我被抢劫了 嗯 所以大家就会 诶大家就觉得 诶为什么 他的反应 就是他回来了才说 嗯 而不是一出来就跟大家说啦 而且对 而且呃就是 对啦 他过后就有好几天没有上班 所以大家原本还以为说他是 呃 他是 受惊吓 过度 可是原来他涉及案件啦 所以呃 这个 这个 劫匪 他偷 呃 他抢了这个两万元过后 他其实自己只拿到了六千元 嗯 所以相信另外的一万四千 可能就是 可能啦 因为我们也不清楚 可能是这个经理跟那个介绍人 嗯 分 就是 各收各的啦 嗯 嗯 然后 因为这个 他们就是 还要做戏要做全套 他们就 对 所以这个 匪徒就是进去的时候 还拿了厨房刀 然后 呃 呃 这个经理呢还 就是很惊吓的 就服从给了他两万元啦 嗯 嗯 所以 有有 这个是大家 这个是怎么 怎么看到呢 是因为有 其他的摊贩 相信是有闭路电视 哦 闭路电视有说到 OK 有拍到他们 嗯 好 呃 有人说 请要说这个可以成为 就是演员 讨厌啦 然后去 然后可以去 可以去拿今年的那个红星大奖 嗯 呃 然后 得才是刚刚在在在 针对刚刚的新闻是说 希望以后有全自动的脚肉机啦 呃 然后 大家都是说又是一个烂毒自导自演的抢劫剂 对 因为不久前 刚刚我 呃 我跟可阳说的就是不不久前 其实新明也有报导一个也是 呃 因为赌博而自导自演的他自己被绑票的一个 一个一个经历这样子 然后在得到钱了之后呢 他是跟那个绑匪一起去吃饭 哦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就当场就是之后就是过不久 当场就被捕了 对啊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赌博很可怕 可是这个人 就 他 演全套啦 那个就 他去吃饭这样 对对对这个 这个哦 这个演太多我觉得 就是演过多了 就是引起人家的怀疑 OK 好 David说 very creative manager but his creativity is used in the wrong way OK 自导自演 他要挑战良导 OK 哈哈 嗯 嗯 好啦 就是今天一个人被控 其实那个介绍人也会被控啊 哎 还在受调查 他跟这个经理人都还在备受调查了 OK 对 对 好 大家不要 其实 嗯 其实那个劫匪他是就是通过很多的电影画面就是trace到他的咯 哦 嗯 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然后相信可能就是他被捕过后才爆出 所以这整个东西其实是自导自演的啦 哦 所以是先抓到他 相信是啦 了解 OK 然后就是对啦 一方爆出就是自导自演 另外一边就是口供反反复复的 OK 而且这个所谓的这个刀匪哦 他其实之前被控 涉嫌吸毒 拥堵还有拥有吸毒的用具 是的 嗯 OK 好 大家 哀惜生命 哦 不要这样子啊 赌博很可怕啊 真的咧 赌博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有很多事情你是想得出来的 是 可是 其实这些钱本来是你自己的 对 对 说得太好了 对 所以大家如果认识一些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可以拨打那个 防防止试赌理事会 的热线 对 之前有很多广告 而且而且其实 呃 你如果知道你自己赌博有问题的话 他其实可以限制你 呃 你可以自愿的去限制自己进入赌场 进赌令对吗 对对对对 就进入我们的那个 呃 我们本地的那两家啦 嗯 对 所以大家 好 下一则新闻是哪个 第九 嗯 OK 这个今天的这个第七版 还有这个 火星某的这个漫画 大家支持一下 好 半版的这个漫画 让大家 我翻太多了 我翻太多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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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到这个本地11岁的这个儿童画家 他到柬埔寨办画展筹善款 哇 为什么他这么厉害 他是天才儿童啊 哦 哈哈哈哈 很相信是啦 OK 所以他其实才11岁 嗯 所以他就是从今天开始哦 在那个柬埔寨那边的呃 一个医院就是举行一个月的画展啦 然后预计会有超过150个观众就是出席 嗯 所以其实呢 他是从小的时候就已经有展露出这方面的一些天分啦 嗯 他其实没有就是没有老师教他 他就自己开始 老师自通呢 哇 自己创 自己开始创作啦 七岁就开了第一次画 第一场画展 然后去年也做了第二次的展览啦 然后当时是筹获了8500元 捐给了新加坡儿童癌症基金会 嗯 所以他其实哦 这么多年来哦 他总共创作了超过300副作品 哇 是然后他母亲就是讲说 会选在柬埔寨那边开画展 其实是因为本地一个艺术家就向他推荐的啦 嗯 然后他当时是有飞到那边去观察 然后他发现 诶 这个医院就是有落实免费医疗政策 还有就是 志愿者的那些 志愿者医务人员的那些奉献精神 也让他很感动 他就想说OK 我们就在这里办一个画 一个展览会 对 然后因为刚刚好 现在儿子读的那间学校是在放假啦 所以他就决定要在这个时段 嗯 来开一个画展 是的 然后嗯 刚刚好今天也是三八妇女节嘛 嗯 所以这次有20副画作 其实都是以花卉为主题啦 嗯 然后对 他们一家三口 其实呃 在星期一的时候已经飞过去了 大概这个星期六才会回来 哦 嗯 哇他这边有说到他其实 他其实真的很爱画画耶 就是他假日的时候 他都不会出去玩耍 就是会 因为他要 就是完成他的画作 所以他就是会待在家里 这样继续画 他甚至打算 红包钱都捐出来 而且星年的时候也是不断创作的 哇 OK啦 但是他 因为他妈妈是 也是艺术圈的 嗯 的人士嘛 所以 嗯 所以我们可以买到他的画吗 买不到 耶 好像买不到 可以考虑去那边看看 呵 你说为了他的画账 没有啦 就当做是顺便去旅 哦 是 OK OK 呃 今天还有什么样的新闻 来看一下哦 呃 好啦 啊 老板娘91岁没有退休 哇 55年的这个蛋糕店继续 哇 要知道是哪一家蛋糕店吗 哈哈哈哈 买一份新明日报来看啊 好 再来 呃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所以真的祝所有的妇女 妇女节快乐 祝妇女才可以进 哎呀不是吧 是女孩吧 所以少女也可以进 所有的女生 对对所有的女生 那男生的节是什么什么 没有哦 你可以去 为什么啊 为什么没有男生的节 男生如果要有男 那个国际的这个男 男生的节日应该办在哪一天 八八 有没有 可是这个是父亲节对吗 台湾那边 哦对哦 台湾的父亲节 可是不用今天可以一起庆祝啊 嗯 好 好了 今天就差不多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 大家已经在说谢谢了 请要说啊 不用找工作了 以后啊 永远当画家 好有爱心 然后大家也是非常的理性啊 他们说可以赌 但是不要赌太多 如果不赌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赌场的员工就要吃草了 哈哈哈 还有什么呢 啊 大家如果要看那个林青霞 首次谈他的这个婚变 然后你们可以买一份新明日报来看 然后呢 我们刚刚有说到为什么这个 冯伟中无缘十大 所以大家要看的话可以看中间这一半啊 拿远一点啊 你们要看看不到 要买买报纸来看 OK 好啦 今天就这样 OK 记得 就是下个礼拜一继续看 我们的新闻抢签看 然后呢 听说 有传闻 说 有传言说这个 阿Ken下个礼拜会回来 哦 他到底会不会回来 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不好 OK 祝大家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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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